市售的咸蛋一般都是使用鸭蛋来制成的 不过在台东大午乡就有休闲农业的业者 独创了咸鸡蛋 选用在地生产的土鸡蛋 遵循古法将红土和海盐混合 包护在新鲜的鸡蛋上 透过毛细孔渗透作用的腌制而成 重现早期农村实在油脂丝香的好味道 我这个鸡不是土鸡 我这个鸡叫做烧鸭鸭 跟着农游业者的脚步来到自家鸡舍 游客们戴上手套 在蛋箱内捡鸡蛋 而这一颗颗还带着余温的新鲜鸡蛋 除了能直接做成蛋料理外 业者还开发出咸鸡蛋 重现早期农村桌上不可少的美味 自己养的鸡 自己生的鸡蛋 然后保存下来 用这个做古老式的保存方法 然后留下来 等孩子过年过节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各种料理的 去那个鸡舍里面捡鸡蛋 感觉非常的特别 六个人后一定要帮他涂均匀 将现剪的鸡蛋清洗过后 放入事先调配好的红土泥浆内 均匀翻滚 再放入纸盒封存 静置五到七天的时间 盐分就会透过渗透作用 将普通的鸡蛋变成咸蛋 我们的硬杀岩的红土红泥土 然后加上海水 然后混合之后 三一一的比对 经过这个毛细口 然后把咸粪跑进去鸡蛋里 结合当地的东西 这样做这个咸鸡蛋 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 会在台东大午乡 山珠窟的农游业者 取材在地特有的硬杀岩土壤 遵循古法腌制咸蛋 不仅成功行销 在地新兴农特产 也让游客到访台东南回 在天旅游行体验 据下家会大午相报到